老话说,冬吃萝卜下吃姜,天气冷了来一碗热腾腾的萝卜丸子汤,先甜又暖胃。 萝卜切丝,搅好的肉馅放盐,糖,白胡椒粉,生抽,鸡蛋淀粉,然后边搅拌边摔打,像这样就可以啦。 锅中少许猪油,下一半的萝卜丝,炒软,多加些开水,将肉丸团好,一个个均匀地摆入汤中,煮十分钟, 烙出煮软的萝卜丝,再倒入另一半萝卜丝,再煮两分钟,盐胡椒粉调味,撒上枸杞葱花,鲜甜的萝卜丸子汤就做好啦。